剛才肚子餓,爬去吃宵夜 所以其實要控制體重的時候熬夜是很差的 尤其是到晚上工作很沒效率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時間是凌晨1點19分 OK,我們繼續看到Molarity,墨爾濃度 那這種墨爾濃度的觀念就是 它是墨爾為單位 什麼叫墨爾呢? 就是 一打雞蛋12顆 那現在都是10顆,甚至有些8顆的 然後一打雞蛋是12顆 一打就是一個單位 我們知道說一打 1 doesn't就是12顆 好,再來 一手啤酒呢? 一手啤酒一般就是6罐 6罐就是數量 一手就是它的單位 記得那個 等一下我們來慶生 帶個兩手啤酒過來 就是帶了12罐過來 或者一箱通常24罐 OK咯? 就是說一手啤酒的這個意思 這是我從你們某一屆學姐那邊學來的 他們剛好課後不了解化學 參加阿元的輔導課 阿元就聽到他們之間互交 然後就有一個學姐跟另外一個學姐講說 一手啤酒幾個? 6個 對啊,這就是摩爾術啊 阿元聽到就學下來了 用這個觀念 好,來這邊 摩爾也是一樣的東西 摩爾的話呢 它就是表示 一公升溶液 也就是已經完成泡完了喔 泡完了一公升溶液裡面呢 它裡面融子 不是用重量 不是用體積 是用摩爾素 用摩爾素 摩爾摩爾 這個翻譯上都沒有問題 化學中最常用到的 摩爾濃度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Malability M 或者我們寫成CM EQUALS N Moles of Salute 就是 溶子的摩爾素 Liters of Solution 體積以公升為單位 總體積是多少 這樣的比例算出來呢 這是一個比例喔 分子分母換算出來的比例喔 就是摩爾濃度 好,話不多說 馬上來看 將50公克的NLH 融解到足夠的水中 泡成250毫升的溶液 請問鎖的摩爾濃度 這不是剛才看過題目 是很類似的嗎 對,現在他問的是 墨爾濃度 好,墨爾濃度呢 來,我們來看 好,這時候呢 來這邊 先 乙給 乙汁啦 Given應該講乙汁會比較好喔 融值50.0公克 融液體積250毫升 請問需要 這樣子的話 是多少濃度 多少濃度 來,我們來看看公式 濃度M 或者我們寫C C是Concentration CM的話就是 Monarity of Concentration 分子呢,墨爾濃度 分母呢,是體積 分母是體積 OK,好來 然後呢 這樣子之後呢 算完了 算完了 好,那個算完之後呢 就會得到這麼多 來,我們看喔 第一個 先將它換算成墨爾濃度 50公克是質量 50公克是質量 然後呢 它的那個分子量是40.00 40.00 OK,事實上不是40.00 它是有一些小數點 那我們就取平均值 就把它算成40.00 好,再來 等於1.25個墨爾 等一下我就算一次給各位看 融液呢 是 是多少 250毫升 請問是幾公升 0.25公升 所以它還換算成這個 其實不需要 那我們台灣教育不會這樣子 我們台灣教育更快就換算出來 是四分之一或0.25公升 好,再來 好,因為這邊是250三個有效位數 所以這邊是0後面0.250 好,來 墨爾濃度呢 就是1.25 墨爾 除以0.125 或乘上4 就等於 5.00 算完了 OK,我知道各位可能有一點 不太了解 老頭子 再算一次 好,來這邊 第一個 我們先把它換 把50公克換成墨爾數 我們說 N A O H 它的分子量 分子量不完全精準 因為它是離子化而過 但是我們不管那麼多 我已經告訴你 我懂 我不是故意講分子量的 我知道它應該是那個FW 而不是那個MW 那沒關係 那個 線上讀者不用太挑剔 我們是把一個資訊傳導數據 我們就MW來代表 就等於多少 那我們有背過23 養16 輕是1 加起來等於40 算久了以後就知道 23加16加1等於40 40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它有40公克的時候呢 就墨爾 所以呢 我們可以寫成 40克除以1墨爾 好 那40克除以1墨爾呢 請問50克等於多少墨爾 你有兩種算法 第一個 50乘上 它的導數 40克分之1墨爾 為什麼這是翻過來的 因為你要的墨爾 墨爾在樓上 如果你要的功課 功課在樓上 OK 那第二個 按阿圓的教法 我們說 50公克 小數點我不看喔 先不要 等於x墨爾 這個比例呢 會是 40公克 對上1墨爾 分子分母可以上下互掉 不能左右互掉喔 要上下互掉的話 那就是我看懂啦 這個乘上1.25倍阿 這個乘上1.25倍不就解決了嗎 或者說我們用移項 後門移項 移項的話 來這邊 x墨爾 x墨爾 等於 40公克 50公克 50公克 50把移到對面來齁 乘上1墨爾 好 那 這邊 克跟克消掉 克跟克消掉 0跟0消掉 變成 4分之5 1.25 也就是x 墨爾 等於 1.25墨爾 好 搞定 這個地方就換完了喔 好 第二件事情 我必須把它的體積 250毫升 換成公升為單位 好 那這個東西你可以很簡單的寫 就是這樣子 250毫升 就是0.25公升 搞定 這樣就好了 因為阿元寫字的時候 比較習慣寫一個勾起來 這是我個人習慣 因為比較好辨識 好 那OK 來我們統整一下 我們統整一下喔 我忘記了 這邊 沒關係 就這樣 那也就是說 我們 m 或者我們就要寫 cm concentration of molarity 等於 墨爾素 除以體積 好 這時候呢 這是阿元最喜歡用的 墨爾素是多少呢 墨爾素就是 5公 50公克 除以40克 好 這邊呢 體積呢 是等於 0.25毫升 也就是 會等於 你經過一系列換算之後 會得到 5 墨爾 除以公升 OK囉 最後是5.00 因為它有效位數是三位 我們先不聊這個 寫個m 這個m的意思就是個單位喔 我們說我的濃度是2m pH meter 泡的時候 泡3m 你要多少的時候 你就0.5m 是這個意思喔 0.5m 也就是 0.5m 你取一公升的時候 它裡面容值就 就有 0.5毫爾素 0.5毫爾素 好 OK 墨爾濃度的兩個換算係數如下 兩個換算係數如下 這邊 我們看過去 好再來喔 另外一個 How many liters of 0.11 不是0.11 0.11 這麼多的濃度的 氯化氫水溶液 我們俗稱鹽酸 Are needed的 被需要 以提供0.4毫爾的HCl 再來一次喔 需要多少公升的這個濃度 才能提供0.4ml的這個 好來 有兩個算法 有兩個算法 第一個 0.4 濃度 濃度 濃度的話把它展開來 就等於 如果是1公升的 如果是1公升的時候呢 它的摩爾素是0.211 0.211 所以呢 經過換算 0.4 摩爾乘上0.211 放下面 然後呢 1公升放上面 一樣喔 我剛才提過一件事情 你要的目標 它問題是什麼 多少公升嘛 多少體積嘛 多少體積嘛 你要多少公升的時候 把公升 換算單位把它放到分子上面來 或者你可以用阿圓的做法 來 這邊喔 我們模仿它這一塊號 也就是說它是 0.211 0.211 墨爾 比上1公升 會等於 我要0.4 墨爾 這邊是x公升 這就很好算了 這樣就很好 因為我們濃度都一樣 但是我要的 我要比你更多 比1公升更多的話 我是多少 這樣子OK囉 好 這樣子我們交叉相乘 把x移上來 好 這樣算完之後呢 我們直接看到答案喔 答案看完是1.9 是讓它的換算角數點 它換成1.90 1.90 OK 好 那這裡就先這樣子結束囉 那因為這題目非常的多 而且我們回到我們的秉級裡面 還有很多可以算的喔 好來我們往下走 案例5.4.12 2.50公升 1.12毫升 跟這1.12的 墨爾濃度的NAOH 含有多少墨爾的這個東西 來它告訴你 總體積是2.5 濃度1.12 它設計的數字其實蠻有趣的 它設計這個數字其實蠻有趣的 好然後呢 請問它有多少墨爾 來 這邊它說1.12m 等於分子是1.12 體積是1公升 如果體積是2公升呢 這邊就是2.24 一樣意思喔 來開始來計算 那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 2.50 乘上1.12 一樣在換算因子裡面 你的目標是墨爾的時候墨爾放分子 算完之後等於2.80 2.80喔 那一樣老頭子這樣老頭子算吧再一次 它說 它說 裡面有多少墨爾數喔 也就是說 好 一樣公式背下來喔 公式這個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幫你們喔 三個位之數 Cm是三個位 是一個單獨的喔 它不是C跟M 它是Cm寫在一起的喔 它要求N 體積是多少 體積是2.5 OK 濃度呢 1.12m 這時候N的墨爾數是多少 就這兩個相乘嘛 1.12乘上2.5 就是答案 我就不算了喔 這就是這樣子 好 這邊很多人會卡住 很多人卡住 因為這個都是國中數學 有問題找阿遠 我們來幫你解釋喔 好 OK來我們準備換下個單元 為滿足的 我不 Lind 提出 您 不要 我 你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